各位观众大家好 非常荣幸接受中文文学节的邀请 然后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个 关于科幻创作的一个小问题 然后我今天要讲的这个题目叫做 虚构的非虚构与科幻中的解说 可能会有很多来听的人 就是对科幻小说大概会有一定了解 但不一定想要写科幻小说 但是我觉得今天我想讨论这个问题呢 它其实是从一个小的问题 可能可以更多的让大家去思考 就是到底科幻可以是什么 这样一个比较有趣的一个命题 首先简单的自我介绍一下 我本名叫王瑶 然后我用下加竹子头体 一个加减的加来笔名来写科幻小说 所以下加是我做科幻写作的时候的这一种身份 而王瑶是我在大学里教书 做科幻研究 包括也叫科幻方面的课 这样的一种身份 那么我其实是从很小的时候 就开始写科幻 大概从中学开始写 跟很多 基本上写科幻这件事情是一个 应该大家都是自学成才 然后在我从很小的时候 在写科幻的时候 其实我跟很多科幻初学者一样都会在想 就是说要怎么去写好科幻 然后科幻里面到底那个重要的东西是什么 我记得就是在我们刚开始写作的时候 我们都非常经常会听到有一句话说 科幻叫点子文学 在科幻里面那个点子最重要 就是比如说第一个想到时间机器这件事情的人就很了不起 然后他用这样的一个构思来写一个小说 所以对于我们很多初学者来说 我们都非常致力于想要找到一个很厉害的 就之前可能没有怎么被写过的一个点子 然后用它来写一个小说 但是这样写一段时间之后 应该大家多少就会发现说 实际上呢 绝大多数的点子可能都之前被人写过 只是你还不知道而已 尤其随着现在的这个媒介非常的发达 然后很快可能就会感觉到 就说这个点子在之前的那么多的作品里面 它总是会以某种方式出现 所以想要靠一招先来写一个旷世角作 这个其实是有点难度的 所以在此之后呢 就是我大概在 就是大概读研究生那段时间 我就开始意识到说 写科幻小说其实故事非常重要 就是哪怕是相对来说有一点成就的点子 但如果你能用一个非常精巧的故事 把它呈现出来 它依旧可以抓住读者 然后比如说在情感上 或者在各个方面去打动读者 所以那段时间我花了一些时间去研究怎么讲故事 那么其实在这个自学的过程之中 主要就是参考像好莱坞那种讲编剧的那种书 就是最著名的就是罗伯特麦基那本故事 然后从里面去了解就是比如说人物啊 然后湖光啊然后这种冲突啊动机啊 然后包括这个故事的一个戏剧结构 怎么怎么起承转合 然后在这个过程中我逐渐感觉到 我的讲故事的能力开始有所提升 就是可以去拿到一个点子之后 大概会知道我用什么样的方式 可以把它变成一个至少是还不错的故事 就是这个故事不会太让人失望 然后在这样的写作又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呢 后来其实又出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转折 就是我开始注意到了故事之外的还有一个东西 这个东西可能在此之前谈科幻写作 谈的不多或者谈的时候 我觉得没有能真正解决我对于这个问题的疑惑 就是我后来关注到这个东西 它叫做解说 然后在英文里它可以叫这个exposition 就是解释说明的这样的一个文字的形式 我其实注意到解说这件事情是有一段时间 但是非常重要的在我认识上 给我一个新的思考契机的 其实是因为有一篇文章 所以我今天主要的观点是来自于这篇文章 这篇文章的作者叫斯坦利·金·罗宾逊 然后他是美国非常著名的当代 还活着的非常重要的科幻大师 然后他有很多的作品 我就不多介绍了 那么他这篇文章 他就是叫关于解说的一点思考 那这篇文章他收入到了一本书里 这本书我要跟大家推荐一下 就如果是想要在科幻奇幻的写作方面 去找一点这个相关的这种参考书来看的话 可以找这本叫做Wonder Book 然后中文叫做奇迹之书 他的作者也是美国很著名的 现在一个科幻作家叫范德米尔 他之前写了一个 有一部作品就是有一个三部曲 叫《遗落的南境三部曲》 然后那个作品有被改编成电影 就是叫《湮灭》 那个电影的主演是Nathalie Botman 奇迹之书这本书呢 它是一个非常有趣的图文并茂 然后有很多很有趣的插图 主要就是针对科幻奇幻的写作来讲 然后当时我是有参与到这本书的中文版的这个翻译中 那么其中他收入的斯坦利罗宾逊的这篇文章 就是由我翻译成中文的 所以在翻的过程中 我觉得这篇文章非常好的解答了我 关于解说方面的很重要的疑惑 那在进入这篇文章的内容之前 那我有一点点就是背景方面的东西 还想跟大家讲一下 就是斯坦利罗宾逊这个作家 他是一个马克思主义学者作家 那么这个在今天的美国来说 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身份 就是他有一个其实可能对于文学系的学生来说 很重要的一个身份就是 他是著名的这个当代马克思主义文论家 叫弗雷德里克·詹姆逊他的学生 所以就是你可以从他的科幻作品中 读到很多跟詹姆逊的那个理论 互相有呼应的东西 罗宾逊他本人他也去写科幻文论 就是那么罗宾逊他本人呢 应该是属于非常重要的叫做 马克思主义科幻批评 这样的一个群体中的一个人 这个词有可能很多人第一次听说 因为大多数人不太会把科幻这件事情 跟马克思主义联系起来 觉得好像是两个极端 那么在很多人就是 对科幻无论是一知半解也好 还怎么样 在没有去认真关注这个问题之前 会很容易有一种先入为主的观念 就是认为科幻是一种大众文化 是一种通俗文化 而且是可能不怎么高级的通俗文化 对吧 就是科幻写得再好 他也不可能跟那个所谓主流文学的 那种经典作品去相媲美 而在马克思主义科幻批评 虽然这个群体里面有非常多的人 他们的观念也不尽然一致 但是在这里边非常重要的一件事 就大家一个共识就认为说 科幻很重要 而且科幻它在其本质上 它可以是或者应该是一种批判理论 它在这样的意义上 它就把科幻放到了一个非常高的地位 就是甚至会有一些人认为说 现实主义文学已经堕落了 它已经没有办法承担起那个批判的责任 那我们要去科幻中寻找那个批判理论 我这里因为时间受限 我是非常精简地来描述他们的这个理论共识 那么在这个理论里面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 然后这个概念就是 按照这个概念提出者 然后叫达克·苏文文 一位科幻的研究者 他提出这个概念 他叫nova 这个词呢 就是其实是来自于拉丁文 拉丁文的这个新旧的心的意思 所以在中文里边 一般把它翻译成就是叫心意 那么 孙文就认为说 科幻非常重要的 就是里面有那个心意的东西 那个心意 它不是一个表面上的心 而是说它这个心是在于 它要用一个你经验范围 甚至你的认知框架 你的知识结构之外的一个 某个东西 那个东西来让你 重新产生一个 对于现状的一个陌生化的视角 然后你就可以对 你的日常的生活的现实 对你的经验 对你所在的那个真实世界 对日常生活中的种种常识 就是其实可能充满了 各种各样的偏见和错误认知的 这个这种这一套常识 产生一个反思和质疑的 这样的一个一种状态 所以这个这是非常重要的 那么基本上 马克思主义的科幻批评 他都非常强调 就是说什么是好科幻 能够真正提供 类似这样的心意的 应该是好的科幻 那有些科幻 即便他非常的畅销 讲得非常好 但他其实可能只不过 是把一个古老的 关于王子公主的故事 换成一个外太空的一个背景 那么就会认为说这样的作品 他不够好 或者说他不够批判 他不够革命 那么了解了这个背景之后 就是再回到论解说这篇文章 我想可能就能让大家意识到说 这篇文章 它不仅仅是在讲一个科幻写作的 技巧方面的问题 就它不仅仅是说我怎么写好 而是它其实要解决一个关于科幻 可以说理论方面的一个问题 那这篇文章它的一个开头 所立的一个相当于立论的靶子 就是可能所有写好小说的人 都听说的过的一个格言 叫展示而非告知 就这个叫show don't tell 那么这个无论是对于主流文学 还是其实可能更重要的 还是对于比较偏商业化一点的 这种从此文学写作来说 这个几乎是一个荆轲玉律 就是你不要在你的小说里边 花很多的笔墨在那儿解释 比如说背景啊 人物这些东西 你要把它放到 落实到场景 落实到人物的动作里边 然后让读者能够获知这些信息 那么这个对于科幻写作来说 是一个非常非常常见的问题 就是科幻的写作里 经常会被读者或者批评家 诟病的一个东西叫做 中文翻译叫信息请到 英文就叫info don't 那么他所谓的就是说 这个作家写到这不讲故事 开始给你上起课来 然后给你几页的时间告诉你说 这个银河系帝国的历史是怎么回事 这个新的武器 它的一个超光速飞行 或者一个曲率折叠 或者是一个什么某种枪 它背后的科学技术的支持是什么 那么对于很多 就是不耗这口的 因为有些读者就耗这口 对于很多不耗这口的读者来说 他会觉得这个就是构成他读科幻中 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阅读障碍 那么在科幻写作中就会有很多作家提出说 尽量减少信息请到 然后我们要把它做得更 更灵活更优雅一点 我们要把它把信息天衣无缝的融入到故事里边 然后就会采取很多 实际上是海明威在用的那种方式 就是一上来先是一个场景 几个人开始说话 讲的是一个比如说凶杀案 或者一个重要的一个事件 讲着讲着的时候 他们提到了很多新词 其实就已经把这些事给交代了 那么所以就是 这种方式就是所谓用告知的方式 用展示的方式来呈现信息 那么在这个展示里边呢 在科幻史上有个非常经典的例子 它是来自于就是所谓叫 黄金时代三巨头 罗伯特海因莱因 这个美国科幻作家 它的有一篇小说的中的一句话 是让这个小说的开头 这句话其实真的很难用中文翻译 就非常简单 三个单词叫做Door Diolated 那么这个Diolated 这个Diolated 这个词 它指的是像瞳孔一样的放大 所以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 你要想象有一个门 这个门它可能是一个圆形的 然后当它张开的时候 它不是推拉 它也不是来回的煽动 而是它像瞳孔 它就像放大一样 就是这个门就这样这样打开 那么这个词一出现 它就告诉你说 这绝对不是一个现实中 我们生活的环境 一定是在一个某一个高科技的场景 在那里的门都是这种 Diolated 这样的一种方式打开的 好 那么这个就是被科幻界 所推崇的那种 用展示的方式来呈现信息 然后有很多的科幻大师们 在这方面去做了很多很精彩的这种写作 但是斯坦利·罗宾逊在这篇文章里面 他就提出说 展示而非告知这件事情呢 它有它的道理 但是它并不是一个写作的 所谓叫金科玉律 所以他在这个文章里面 他提出了非常多的 类似于就是二元对立的一些结构 然后就是来辨析 两两辨析这样的概念 那么他首先会做一个历史梳理 就是说在这个文学的小说的历史上 那小说刚刚兴起的时候 里面是非常多告知的部分 就是我们读那个维多利亚时期的小说 之所以觉得它冗长 就是因为它里面这种 就在今天读者看来 都是背景介绍的这种废话很多 那么所谓展示而非告知 其实是一个非常二世纪的一个 就是伴随一些文学运动 包括像新闻写作新闻摄影 电影的出现等等 然后就开始强调说 这个小说要写得好像有一种 让人觉得身临其境看的那种感觉 但是与此同时 其实还有很多作家 他不服从这个尽客预律 然后像比如说《百年孤独》 像马尔克斯 然后他的整个的这个写作 全部都用一个非常混杂的 一种时空的一个叙述 然后好像就一直在给你讲 一个讲不完的故事 这种等等等等 但是回到就是科幻写作来说呢 斯坦利·罗宾逊就强调了一件非常 就在他看来非常重要的事情 就是这个事情我想可能有 就算是没有写过科幻的人 可能读很多类似像科幻奇幻作品的人 也会可能会意识到 或者说对这个问题有所感同身受 就是斯坦利·罗宾逊认为 当我们去追求这个故事 要讲得很圆的时候 我们希望这个故事 它完全满足读者的期待 会希望它的每一个悬念 节奏都很好 并且到最后 比如说它感人的时候 它的这个感人是让人 所有人都好像是一种普世的价值 在这样的故事 其实在某种程度上 它很可能是在迎合读者心中 暗含的期待 甚至是很多在道德方面的 比较成就的观念 所以讲得特别圆的故事 它在意识形态上 它有可能是成就的 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所以在这样的意义上 就是说虽然讲得很圆的故事 可能会卖得很好 但是作为科幻写作来说 因为科幻写作应该是一种批判理论 所以它不应该仅仅追求 故事讲的圆 它应该追求的是 在故事讲的圆之外 能提供那个心意的东西 那么这个心意的东西 有什么来提供呢 可能就是叙事之外的那些部分 那些部分其实很多时候 就是通过解说的方式 来给你呈现出来的 比如说一个关于外星文明的 一个整个一部人类学的 一部这个考察的报告 那么当这个故事 如果是在这个外星球上展开 往往主人公 我这里举一个例子 就是美国 我非常非常喜欢的 这个美国科幻作家 这个叫厄修拉勒古恩 然后他的著名的科幻小说 叫黑暗的左手 就是发生在一个非常奇怪的 有着非常奇怪的 那个生理和文化 以及这个 他们的人类学的特征的 这样的一个外星球上 那么主人公是一个 来自地球上的 或者是来自 其实不是地球 但是他基本上就是 跟地球人的这个观念 和这个心理的结构 都没有什么区别 那么他来到了一个 奇怪的地方 他遇到了当地的奇怪的人 然后他所有的互动 都是代表着就是我们 和他者之间的那个相遇 那么在这个故事里边 他从一开始不能理解当地人 到逐渐开始理解他们 然后这个是故事的 这个主要的这个线索 那么在这个线索里边 其实就是在这个差异中 不断地去寻找那个 统一性 或者是寻找那个差异中 能够重合的部分 所以最后我们在 读完这个小说 我们可能会为这个 主人公和这个当地 星球上他的认识的 这个伙伴之间的 这种情谊所打动 但是这个打动的部分呢 在某种意义上 其实更多是让我们看到说 我们跟他们之间 是有相似的地方 我们是有能够 就是在情感上 能够互相交流的 但是呢 在这个星球上 其实他还要提出的是很多 就真的是我们所 可能很难理解的地方 那是不是要给读者 提供一些挑战 让我们尝试去理解 那个不可理解的他者呢 那这个是科幻小说 非常重要能够提出的 认知和伦理上的一个挑战 所以在这篇 在整个这个小说里边 有非常多的篇幅 应该说它的结构是这样子的 正文的故事 它是放在不同的章节 章节和章节之间 它会有一个类似于 一个人类学的报告的 这样的一个小文章 这个文章 所以就是一连串 这个星星点的这些小文章 它里面最后串联起了 之前来到这个星球的考察者 他们所收集到的 关于这个种族 他们的比如说宗教 他们的这个 他们的诗歌 他们的这个信和这个婚姻的 这个制度等等 那么这些东西 基本上跟主线 没有太多关系 就是解说 就是背景材料 但是它就能够起到 就是在你熟悉的 那个故事之外 在给你通往 那个陌生世界的 那个非常重要的途径 所以斯大利·罗贝逊 他最后落到 就是说并不是一定说 解说和故事 哪个更好 都很重要 但是我们不应该认为说 为了这个把故事讲好 我们就要把解说放到这个第二位 去牺牲它 反而他提出的是说 如果你要写解说 你要把解说写到比故事更好 他说这件事情是有难度的 但是我觉得其实现在可能 如果大家比如说 读了《黑暗》的左手 你可能会觉得 确实里边的解说部分 写得非常的出色 因为这个作者本身 他是在一个非常 就是人文学科的一个背景里面 成长出来 他父亲是一个人类学家 然后他自己对人类学 有非常强的爱好 所以他的这个写作里面 就能展现出 人类学这个学科 本来能够提供给你的 那个迷人的地方 就是你读人类学的作品 你也不是为了 虽然里面可能有故事 有人物是吧 但你不是仅仅为了 读个好玩的故事 你就是为了想知道 人类还可以 以什么样其他的方式活着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 就是就落到我今天最后 就是这个标题前面 说的叫虚构的非虚构 就是其实今天在主流文学界 关于虚构和非虚构之间的 这个关系 也有很多的讨论 然后就是包括 有很长一段时间 其实这个非虚构的 写作非常热门 对吧 然后大家去讨论说 非虚构的写作 如何能够带来 那个可能 讲故事之外的 就是讲故事这种方式 所不能提供的 那个比如说 关于这个现实生活的 这个博杂性 那个无法被编织到 一个圆容的叙事里面的 那种意志性 那些割裂的那些部分 它其实可能 用非虚构的方式 能够很好的呈现 落到科幻的 这个作品里面 就是说最后 它处理的 就是非虚构的写作 或者解说的部分 它能够给我们呈现 更多关于他者的信息 而故事有可能 很多时候是关于我们的 所以写作的时候 也许是要在 这两者之间 找一个平衡 但是如果过于 关注我们的话 这个写作可能 就会沦为 倾向于有点 太过自恋 太过人类中心主义 它就会丧失掉 科幻的写作里面 最美好的部分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 就是那怎么达到 斯坦利多比训所提倡的 就是要把这个解说 写到比故事还好呢 这其实非虚构写作 也是需要训练的 就是大家肯定看 非常好的非虚构写作 能够知道 就是它里面 不乏文学技巧 并且就是里面的很多时候 它会有那种 非常学术性的思辨 其实像我们自己 作为就是高校里面 就是读了很多年书 写了很多年论文 然后当老师 我们现在也知道 就是好的 比如说学术性的写作 应该是什么样子的 它同样可以 以非常好的方式讲故事 但同时它不会 不会沦为那个 好像只是为了讲故事 那样的写作 所以就是大概 关于这篇文章的内容 感兴趣 想读全文的话 可以去买一下那本书 然后关于这个文章里 主要内容 或者主要观点 我就暂且介绍到这里 然后接下来呢 我就谈几个例子 就是我在 科幻解说方面 我觉得非常优秀的范例 然后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第一个例子 是来自于美国的 它是个 就是美籍华裔的 科幻作家叫特德江 这个人其实非常有名了 因为他的 有一个小说叫 你医生的故事 被改编成 一个科幻电影 就是Arrival降临 那个小说 如果看过电影的话 再回去看小说 也会感觉到里面 那个关于解说的魅力 因为特德江 他是一个非常具有 哲学思辨特征的 这样的一个科幻作家 那么今天这里分享的 这个小故事 中文翻译叫做 前路条条 他是特德江发表 在Nature 那个杂志里边的 有一个科幻专栏 叫Futures 发表在那个科幻专栏 里面的一个超级短篇 大概就是不到 1000个单词的 这个长度 那这篇小说 就是大家可以看一下 它基本上全文 就是非虚构的写作方法 就是它里面 没有什么人物 没有什么情节 它就是在告诉你说 如果出现了一个 很奇怪的装置 那这个装置 这个装置显然就是一个 科幻写作中 我们所说的那个心意 这个装置可以怎样的改变 你之前一系列 关于时间 关于自由逆致 等等的那个设想 那我就简单 我把这个小说开头里边 关于这个装置的描写 读一下 它是个小小的装置 同开车门的遥控器差不多 外形上说 它只有一个按钮 和一个硕大的 绿色发光二极管 你按按钮 绿灯就闪亮 唯一特殊之处是 灯会在你按按钮 前一秒钟亮起 所以就 这就是这样的一个东西 那么可以设想 就是说 如果这个开头交给你 你会怎么写 你可能会编一个故事 就是我曾经在课上 让学生去做这个练习 说你拿到它 你会干嘛 大家会想说 怎么用这个东西 比如说来预测彩票啊 或者等等的 这样的一些方式 但是在这篇小说里边 它全文 其实就是把这个 其实是哲学思辨的 这样的一个写作 一直引申到结尾 然后在里面 还有好几个反转 就是真的很好奇的话 就是可以去找一下 应该可以在网上找到 这个小说的一个全文 那么第二个例子呢 也是来自 我特别喜欢的作家 就是应该中国人 可能也都知道 他就是刘宇坤 他也是一个美籍华裔的 科幻作家 他是那个三体英文版的 一和三这两部的译者 同时他在美国 也在科幻写作方面 拿了非常多的这个奖项 然后他的 就是这个爱死亡机器人 那个动画片的第一季里边 有一个小短片 叫Good Haunting 狩猎愉快 就是改变自他的一个 短片小说 那么这篇 我今天分享他的这个作品 是刘宇坤 应该是我跟他都认为 这篇是他最好的作品 他自己也承认这一点 但这篇小说 是一篇有争议的作品 所以虽然中英文 都有正式发表 但其实没有引起 那么多人的关注 所以我在各场合 不遗余力的去推广这篇作品 这篇作品叫做 纪录片终结历史之人 然后他的中文版是 由我来翻译的 收入到就是刘宇坤的 一个中文作品的集字里面 那这篇小说的 他的核心讲的是 有一个物理学家 他发现了一种技术方法 可以让我们相当于 不是肉身穿越 但是相当于我们可以 以某种方式穿越时空 看到过去的历史现场 然后呢 这位物理学家 她是一位女性 她的丈夫是一位历史学家 她的丈夫就希望用这个技术 能够去让当代的志愿者们 去亲自的目睹当年 清华日军在东北 就是平房进行这个 生化实验的这个现场 然后以此来对这个历史 就是尚没有得到公正审判的 这个历史罪行 能够让他重新进入到 我们当代人的这个视野中 然后能够去为他 为他就是 可以就说叫成员招雪吧 可以这样子讲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 一个题目 就是其实关于 比如说像中日战争 或者是其他的 关于这个历史中的 这个战争和罪行的 这种作品 也有很多科幻 或者奇幻作品会进行讨论 包括会有这种 所谓叫拟幻性历史的 Alternative History这种写作 而这样的写作里边 有些作品它会 在我看过的一些作品里 我觉得它会比较容易 很容易 就是陷入 比如说这种悲悯 过分的悲悯 或者是过分的 这种就是意识形态上的 二元对立等等 但这篇作品 就是我觉得刘宇坤 他非常 他用了一种 非常高度技术的一种方式 就是正如他的标题所示 他整个这篇小说 是个很长的一个中篇小说 他全文用一个 像纪录片的文稿的形式 来写作 所以你在这篇文章里 你就会看到 开头就讲 比如说同一页明媚 就是这位物理学家 他出镜 然后好像是在讲述 我是怎么去发现这个技术的 然后他 然后他之后会出现其他的 比如说新闻剪辑的片段 比如说互联网上的 这个民众的这种 这个一些意见 等等 就是他用这种 就是很典型的 虚构的 非虚构的写作方法 来结构整个小说 那么这个小说 他比较长 然后我也就只读一小段 就是来讲一下 他这个技术 这个技术其实有点复杂 这个技术就是说 这个同眼明媚 他发现了一种粒子 当然完全是虚构的 他这个其实这个 他发现这个粒子 也是一个所谓的新意 Nova 这个粒子叫 波姆同眼粒子 然后同眼明媚说 如果我们测定了一个 位于地球上的 波姆同眼粒子 那么由于量子纠缠效应 与它成立的另一个粒子 也就相当于同时被测定了 而那个孪生粒子 或许早已随着 搭载它的宿主光子 运动到了万亿英里之外 也即使说 那个遥远的那个粒子 它上面携带的是 几十年前的信息 就是对我们来说 是几十年前 通过某些复杂 但严谨的数学方法 这就是作者编的东西是吧 我们可以根据 对波姆同眼粒子的测定结果 来估算和推断 宿主光子的状态 只不过如同 所有纠缠态的粒子一样 这种测算只能进行一次 随后那些信息便流逝了 永远不再复现 换句话说 我们相当于找到了一种方法 通过深入太空的望远镜 来随心所欲地观察 我们的过去 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说法 这段后面 我还是想再读一下 因为这就是飞去过雪桌中 最特别美的地方 来随心所欲地观察我们的过去 愿意的话 你可以重温那些早已远去的时刻 新婚之日 或者初吻 或者出生之日 但就像赫拉克利特所说的 赫拉克利特所说的 人无法两次踏入同一条河 对于过去的每一个瞬间 你都只能观看一次 所以这一段是通过 同眼明媚 因为他是一个这个物理学家 但同时他有他很细腻的一面 通过他的讲述 来在在纪录片里 给你用很诗一样的美好 美丽的 美丽但又不是严谨的语言 来给你讲 这个技术的原理是什么 是什么样子的 这个是重解历史之人 然后最后 我其实想推荐一下 就是我自己的一篇小说 这本小说叫 《麻安忧郁》 这本小说其实是讨论的是 关于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 或者聊天程序 和这个我们现代人的精神状态 更具体的说就是抑郁症之间的关系 那这篇小说 我的写作也是采取了一个双线结构 就是一条线索是一个生活在近未来的一个主人公 然后他因为陷入到了抑郁症之中 所以他要通过和人工智能的玩偶对话 其实是在以某种对话聊法的方式 来疏解他自己的这个 是帮助他自己理解他自己的状态 那么这个其实相当于是比较是 这个讲围绕这个人的这件事情 然后另外一条线索呢 是讲艾伦图林 在这个部分做了一个虚构 就是说艾伦图林在去世之前 他自己也编写了一个能够与人交谈的一个 其实是个程序 但是在这部分呢 他在整个的这条线索里面 就是通过一个好像是非虚构的方式来写 就是像是一个传记的一个片段 那我就来读一下这个关于就是艾伦的部分的第一 就是第一小段吧 这部分是这样写的说 在生命的最后岁月里 艾伦图林制造了一台能够与人交谈的机器 取名为克里斯托弗 克里斯托弗的操作方式非常简单 对话者可以直接在一台打字机上敲出要说的话 与此同时 打字机的机械运动被转化为一条长长的打孔纸带 输入机器 经过计算之后 机器给出印答 并通过另一台打字机转译为英语 两台打字机都经过改装 使得他们打印出的文字 以某种人为设定好的规则被编码 譬如A被S取代 而S又被M取代 对于在二次大战期间 破育过德军通讯密码的图林来说 这似乎只不过是他如迷一般的人生中 又一个小小的字名游戏而已 后面我就不读了 其实接下来就在讲说 图林去世了之后呢 其实是没有留下克里斯托弗的这个原机 或者说原程序只留下了他们的对谈记录 那后来这个字眼记录是怎么被破译的呢 然后就编了一小段 伪历史 就说这个东西是怎么被破译的 那当时我在写这一段的时候 我就尽量让他的这个语气 非常接近于一个新闻写作的 或者说这种非去够的文稿的写作的方法 然后写 就写了一段之后就会发给我的朋友 因为我把他那个破译的时间 基本上放在我写作的那个时间的那个 刚刚过去不多久 然后我就有一些朋友就真的以为是真的 就是说啊 真的被破译了 就是说这个文稿已经放了几十年了 然后就这个 就是最近刚刚被破译出来 然后大家就说 那这这岂不是一个很厉害的一个事情 当然也有人就是一眼就看出说 你这个显然就是一个编的 那么这个过程本身也很有意思 因为整个小说都在讨论图林测试这件事情 所以在整个这个文章中有大量的就是关于 类似像图林测试的情境 对话者双方来猜测 到底这个对话里面所呈现的东西是真的还是假的 或者是一个经过伪装的还是还是原装的 所以大概这三篇小说就分享到这里 那这三篇其实是就是为了给大家去呈现一下 说科幻除了比如说大家比较熟悉的 像比如说刘思欣的小说 或者是像这个《黄金时代三巨头》的作品之外 其实它还有很多其他的写法 并且这些不同的写法 它可能能够带出的阅读乐趣也是不一样的 所以今天讲了这个内容之后 就是希望无论大家是科幻迷也好 然后或者以前不怎么看科幻 特别是一想到说我要看科幻 我要去看很多这个所谓的那个很技术性的那个描写 我就很头疼的这些读者也好 你也许可以尝试选择跟你的专业领域 跟人文相关的东西 其实在这方面比如说哲学的 或者是跟这个人类学有关的科幻小说 你可能会觉得读起来特别有意思 内容就到这里 非常感谢大家 也希望大家在今后的运动中 能够获得各种各样的乐趣 拜拜 拜拜 by bwd6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by bwd6